新竹241艺术空间推出日常的形状 感知重启提案展览 以展览试读为概念 结合新媒体艺术与教育体验 邀集七组艺术家 共展出八件作品 生活的周遭有非常多细致的东西 其实我们可能平常忙忙碌碌就忽略过了 那这次策展很有意思 是让大家从感受到 从下班之后回到家里 从你的窗边 从你的客厅 从你的书房到你的浴室 都有我们七位艺术家的作品 让你从空间 光线 甚至洗澡的泡泡上面 都有感受到很多日常的形状 每个场景里的艺术作品 都是艺术家运用科技美财的功能性 将日常生活中的时间 空间和情绪转化 放大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微小感受 成为可视 可触 可听的艺术创作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五个教育体验区 邀请民众透过动手作 发现艺术家对于生活的观察 那因为21的艺术空间 它终止或是说它想要发展的方向 会希望是亲子都可以一起参观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展览中 特别加入了五个教育体验区 那在这五个教育体验区里 它都有对应回我们展场里的作品 那因为可能当代艺术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 比较难色或是比较难理解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教育区 可以让观众先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去做一些引导 让他们在接着去看到作品的时候 能更快的理解跟进入 进入艺术家想表达的内容 展期从即日起到6月9号 邀请市民朋友 在新媒体艺术中延伸感知 除了想象日常的各种可能样貌 也认识科技与艺术融合的特色 记者简舒淇采访报道